这份可以赶到是学后为0207 你的期末考卷 所以接下来呢 希望你可以达到满分好不好 好 其实很简单 看一下 第四季第十一期 在翻滚吧青春游戏中 是谁教会了花花游戏窍门 翻滚吧游戏 是不是那个转轮的那个游戏 对 A 严成旭 B 严小 C 郭麒麟 D 沈岳 不对 我记得好像是严成旭教我的 对 我说了什么 是吗 是的 好 我还记得 我们俩可以不同方向 就是一直慢一点 我们就可以撑久一点 好 这很简单 第五季音乐主题 在和职业有关的歌曲环节中 贾玲用评句唱了什么歌 和职业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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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和职业有关的歌曲当中 贾玲唱了 演员 你难过的她表面 她像一个演员 哇 这一集很经典 第四季音乐主题 花花一连唱了几首 以是谁开头的歌曲 总共有 你会不会想唱哪些 八个是谁吧 九个是谁 还是八个是谁 嗯 你可以细水一下 哇 是谁他敲到我窗 是谁枪走了我的麦克风 是谁 从你带到我身边 是谁在唱歌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是谁 的心啊 是谁 在怨太极风声吹起 是谁 在耳边说八个 八个 那就是八个吧 你觉得剩八个就八个 八个吧 八个 应该是对的吧 难道说是九个 再唱出一首 可以是九个 是谁说的 漂亮女孩美大脑 泰玲那个 九个 九个 他之前没有唱 是吧 是谁吧 嗯 嗯 这首歌唱了吗 让我们回忆一下 是谁 在恋太极风声水起 上去 还有一首我自己的歌 是谁 情况年少不忘 谁给我的心 现在我们写一个E好不好 是十首 也算你对 好不好 E选项 十首 十首 满分 满分 填空题 对 这个就没有提示和答案了 哇 第五季致敬时代王牌 献给最美的医护工作者中 传声筒游戏中 把贾玲低风的题目是什么 是那个 呃 那个那个 外卖的那个叫 叫什么来着 哎 完了 他叫什么 把你要逼疯了吗 呃 哎呀 想想啊 我想想啊 外卖它有一个动作 外卖有一个动作就是 是给你 给你 无接触 配送 不触碰 去外卖 去个屁的吧 我 无 无接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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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这是 什么呢 就剩俩字了 就剩俩字 第五季音乐主题的雨伞游戏中 令沈叔叔怒扔皮翼的歌是 他怒扔皮翼的歌是那个 雷德华那个歌叫什么来着 雷德华你唱过《来生园》吗 对 没有 我干了些什么 特别太好了 我干了些什么 《来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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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来生园》 什么歌 《义什么情》 《义什么情》 是正确答案吗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歌 尋尋秘密密 我干 我帮你 OK 第四季 第五季 这么具体 第四季 第五季中 韩寒导演作为 关主来到节目中 爆料了沈腾在拍摄《非时人生》时 一直觉得自己特别帅 但最终因为什么 而打破了腾哥的自信 哇 《非时人生》 我当时还看了这个电影 对 但是最终为什么 而打破了腾哥的自信 提示一下雷佳英 难道说是 跟雷佳英站在一起吗 难道 比较像吧 雷佳英的特色是什么来着 巨头 那就是腾哥的巨头 那就是 所以我感觉一直都特别好 直到有一天 他终于要坐上车去演那个车手 那个角色的时候 他发现头盔戴不进去 他的头盔戴不进去 对 头盔 其实意思差不多 好不好 这题就算对 最后两题是问答题 很简单 在录制王牌对王牌期间 让你最感动和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最感动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开心的事情有很多 最开心的事情 帮助王牌家族下摇那一期 拿 拿了第一名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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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觉得一定要觉得炫耀一下 对 这个必须得炫耀 不是很经常 对 不经常 还有我记得那个挖跳 拇指跳 拇指跳 对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最开心的事情 对不对 都值得我们很回忆 感动的是有很多 啊 腾哥那次 那个保龄球的时候 然后当时 就 激动的要哭出来了 在这种 就感觉好像 我们家族是不是赢不了了 不过 鸿哥 第一玩过 面对鸡风吧 你杀不了了 我杀了 你杀不了 我杀不了了 我们要杀不了 忍赏了 这种刃 可以 通过 PT 完整了 我杀不了 四个人一起完成了这个比赛 就觉得就很感动 这种团结的精神 都让你很感动 还有一题 在王牌对王牌中 有什么遗憾或未完成的心愿吗 遗憾倒没有 倒是开发了我很多心计 未完成的心愿 杀手也演了无间道 感觉王牌帮我实现了我很多心愿 所以其实在我们王牌的舞台上是没有遗憾的 我刚说完这句话 靠自一个动漫人物 好 那希望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我们可以完成这个心愿好不好 这个是我还有的一个心愿 成绩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自己写了 满分嘛 一百分对不对 毕竟我们是王牌家族 王牌花花 对 那我就 一百嘛 九十九吧 加一吧 加二吧 完美 好 谢谢 谢谢